不用馬緩緩近戰 載著乘客難往北返 但現在卻因為反覆事件 讓他的安全性被大大打了個問號 但是在今天的內部的一些 管理一些的機制 一些的手機器 資深司機員大爆 這讓普悠馬後早在三個月前 就有動力不足的情形 出問題早就已經有機可循 而其實整個台鐵 似乎對列車維修都一拖再拖 故障列車修了一兩個星期 也不見得修得好 車子的故障率 有時候故障會滿久才修好 可能過了一兩個禮拜 車子還是沒有修好 然後還是會繼續開 它的故障不會影響行車安 整個是可能會慢分 我從台鐵到現在 到現在都是壓力很大 對 最近這樣 二十六年 它們壓力會對折 除了長期以來的維修與行車壓力 只能由基層員工承受外 包含普悠馬後 雖然有ATP 但獨缺遠端監視系統 到底是為什麼 台鐵在事發三天後的答覆 卻是如此 這個可能 還要再跟其他單位確認一下 擁有本年歷史的台鐵 面對各界疑惑 答覆卻只有需要再找資料 恐怕就連乘客的信任也難再找回 接著導遊俊蝦為宜 台北報導 打擾 打擾